瑞穗香瑞翔温泉公园配合县府 今年度太平洋温泉季活动对外开放 不过不少游客反映 温泉泡脚池里的水温不足 温度低如冷泉而败幸而归 对此相公所表示 针对温泉景出水温度 以及错估温泉持水水量等问题 沿逆重新检讨再送交给县政府审议来解决改善 为期一个多月的太平洋温泉季 这周圆满落幕 配合活动对外开放的瑞翔温泉公园泡脚池 不少游客反映水温低如冷泉 令人不敢恭维 业者也特别在县政府温泉季座谈会中提出检讨 因为温度不是我可以控制的 那我不知道我们既然建设了这么好的一个设施 有没有办法延续后面给它有加温或者是温孔 让这个泡脚池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好 真的有泡温泉的感觉 而不是泡冷泉 对此相公所表示 当初赤字500度万元自觉温泉景 成功挖到温泉水脉 抽出来的温泉水温也有41度 不过当初错估供水实现 温泉水也未能源源不断的供给所致 我们的那个温泉水抽出来的水温大概是43度 以前的规划设计可能有一些错估 所以他们平均下来只能一天只能抽一个小时 所以这样子的话水温很快就会凉掉了 上面会有结晶 所以我们公所目前正在研议就是说 要重新送审 重新评估它的水量 在宋县政府重新审议 除了说明将延宁重新检讨 在宋焦县政府审议改善处理 至于温泉公园整体产权归属 秘书黄美媛强调 在尚未完成剥交作业之前 目前产权的围管 仍属华东纵管处 关于温泉公园的部分 因为它现在的所有权还是重管处的 我们目前在重管处要研议接管的部分 但是因为还有一些问题要厘清 所以我们跟重管处如果接管之后 我们会另外再公稿 润翔温泉公园的未来 秘书黄美媛建英副表示 湘公署也正在审慎评估 近期内也将与花东重管处进一步协调讨论 记者石玉兰瑞瑞采访报导